上一局是后期卡萨 放不拉斯这一局的主题 应该会想办法让小天在打野位 噢 恶加特打野 这个英雄他面对雷克赛前期还是会吃亏的 但是这个英雄熊就在面对埃静那一局比赛中拿出来过 主要是因为他打野位上面的前期做事能力 中单鳄鱼去吃赛拉斯 中单鳄鱼 中单鳄鱼去吃赛拉斯 那这样就比刚才看起来有趣的多 鹰逼哥摇摆起来了 而且阿卡丽打凯南也是舒服的英雄对阵 这个直接进野区 可是鳄鱼在呀 来看一下怎么办 这眼台掉了 那这波应该是放了 浪费了一点堆壁的时间吧 我中午都愿意放经验过来了 对 雷克赛也愿意交扯 那这波是 就是巅峰期啊 这个时间点 正下的时间点 好像都看好方普拉斯一点点 这一过来直接抢 顶起来打一套 哇 死了啊 但这位置没有锤到防御塔里啊 小天也死不了啊 死不了死不了 但就是凶你一套呀 我鳄鱼线上去压你 你现在已经交散了 但我觉得这个熊胸太要了 他看着雷克赛来 他把E给背了 他这波把E一背 那就意味着 你没有后手了呀 他这个把握的度刚刚好 因为他在的位置其实很激进 他是在对方F6的 这个潮流来打 映月 映月 这位置很漂亮 漂亮 潮风闪现朝了两个 这样 Loken先倒回身 交闪现到塔下 他也被踢下来的度音币收掉 踢下来一个凯南交闪现过来 想杀度音币 度音币这个位置只能是因为 扛塔过多而交代出自己的人头 但是总体来讲 FUN PLUS在这非常的赚 如果这波三打三打起来 FUN PLUS也是优势呀 这波TOP怎么能先上呢 哇 我感觉 这是 FUN PLUS做了一个很心机的一个举措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路这波 还有没有机会 但是Night握得恶鱼大招 机会应该是没有了 这个位置比较深 这个位置有一个眼 小天上有扫描扫到了 向上了 这位置顶起来 布隆的位置很差 潮风两个 这两个都没了 战球跟上一局一样 这局甚至TOP撤的没有上一局果断 而且这已经是在你打野的 Cover的脸上去杀这个人了 这就是前面 厄亚特也去太烈了 说白 场上十个人里 现在最难受的应该 听到了 在蹲 这位置 Night要交技能了 闪顶 这位置死了 这个雷克赛的伤害你看不懂 这雷克赛顶起来 转三圈咬一口 他大招都没按 你发现好像自己交不出闪现了 这是最恐怖的 就是雷克赛这种英雄 他只要优势大 他闪顶 你在空中的一段时间 你发现自己交不了闪 因为你交闪 他套路你还是输了 但是这个厄加特 他的一个短板 还是容易被对方 像现在这样抓着打 这位置闪现一眼 往短了一点 哎呦 急啊 这就真急啊 反手这嘲讽 打出了两边都是 两个人都是四层的电疆 先个点一个 埃卡斯亚暴雨 所以就是他最后一丝血 TP下来的是奈特 一个Q技能 逼出一个闪现 是刘轻松的闪现 但是杜云碧跟小天已经到来了 还好奈特来了呀 奈特不来 这二打三要杀一个呀 你知道之前 我跟这个官方数据团 哎不现在看一下这波 托鱼鱼大 上来定住 小天这边挖四道走了 刘云碧 杜云碧也有位移 横冲直撞 而且勾引你完 后面还有人 留着直撞回身打破甲 交闪上去 一个暴君狂击 直接收掉对方的赛拉斯 翻手凯南这个大 近乎于一个空大 空大空大了 全队现在都有点懵 这局游戏甚至 我觉得这个劣势 比同期上一局 FUN PASS面临的劣势 大得多得多得多 因为在作用性上面 是差不多的 当然推对棒 有一个位移的一个效果 而且推对棒伤害又来了 这达得到直接上了 戴家里要下来 慌乱之中 布隆的大招大空了 小天这边顶 没顶起来 但是郑冲拳过去了 嘲讽 嘲到 那布隆先倒 是 刘青松打着 大招关完 伤害并不够呀 刘青松这已经随便打了 想杀伽利奥 但是现在有人过来帮我挡Q 伤害就是缺一点 一个很 教科书式的巨大领选 来了 漂亮 这是易到了 但是回身自己可能要死哦 烟幕弹放完 等着这个果子 等着这个果子 从另一边走了 Nite这边 走过来 金工在跟你玩捉蜜蜜 捉蜜蜜 这边有控制守卫 但是果子空了 我打到了 偷大招继续冲 很生气 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 我有你的标力杀缭乱 交闪现了 哇 单杀了 这个易交完就是单杀了 你交可以 扑出来死了 这个易这么交 交完被顶起来 你交闪都秀不了 俄加特赶到 这你们两个感觉 杀他好有点难度啊 有九级了吗 八 九级 九级 哦没大招啊 没大招啊 没大招啊 他上一个大招 诶 独蜜蜜 独蜜蜜这波 诶 啊 他去换了他去换了 哇 回了好多血 刚刚一个红路Q 转了大概三百点血回来 不行不行不行 这真的不行了 这局我觉得 应该异倒了 异倒了 一定是异倒了 漂亮 他是阿易 他是阿易 天意 然后等阿图好了以后 一过去立刻一个阿Q 拿掉人头 精彩 很漂亮 然后再来就是利用霞阵仙来迷惑一下奈特的一个视野 奈特这眼 啊这是这是金工这个眼 金工的眼很聪明 他看到了奈特的一个位置 那气啊 你别走 很气 真的很气 没办法 他不能偷阿卡丽的大招 哎呦 莫鱼感觉顶起来又死了 小天上演单杀秀 这是第七颗人头 大招扑过去差一点点 闪现咬一口 闪现咬一口 这不是很轻松吗 刚才已经 所以这一局其实 大家伙 如果这场是方法 哎哎 这凯南 哎 这凯南死了 这凯南当在里面把E交了 他还是把E交了 他 哪怕就说他不交这E 独一蜜都不会这么果断 有点懵了 有点懵了 独一蜜一看 你这开着E过来找我 那我闪现直接一个W 都摁在原地了 直接军灵天下暴君模式上来砍人了 那你有啥办法 你打打四起对面雷克赛 带着雷克顿 哎 闪现一 漂亮漂亮 这波刷了 漂亮 这波的一个闪现一 还是背到了林伟祥 哎 拿到了一个Shadow 这个Shadow是赏金啊 捕刀赏金的Shadow 说这个阵容 FUN PLUS 最变态的就是他不给你打团啊 来了 包了 这位置一个人包对面四个呀 带家里要下来 而且双皮皮 这不好像先没有留到人 卡莎而且来找Loken Loken交易技能 这边布隆已经被融化了 阿卡丽跟卡莎同时追你 作为AD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闪现直接给一个苦 雷克赛再拿一个人头 墨鱼又倒在了小天手下 那将回头是成功的在篮区 接避掉了对方的三个人员 打打龙了 这心疼Loken 就是 你玩AD 一个阿卡丽追你 你已经不想 就是 你已经觉得 闪现都不想交了 对不想交 这个阿卡丽单带 你都没机会 哎 这三包一 独音币印下兵两段E 闪现硬杀 硬杀 这位置不可能放进手了 团战可以输 但是你必须得交代在这 是 独音币倒下 一则瑞尔拿下这个shadow 下路二塔应该也没了 是放一桌上路内塔 但是说方普拉斯想抓你留下来 清泽波兵线的人 视野上面看到有一个人在回家 这时候过来了 小天来了 小天来了 那一张猫是想要从正面 而卡莎尔脸 卡莎尔脸一个人打两个 一则瑞尔先被熔掉 卡莎交一个闪现 被拉回去了 被拉回去了 这下闪现没有躲掉 超越死亡的恐惧 是 而且还恐惧到了刘青松 今天来的比较慢 他得看明白了再说 上校也许会迟到 但他会来 这时候看一个95 9.5比0.5 能不能给到一些神秘力量了 很难吧 这个 耐着透露一个鳄鱼大招 我们还是相信科学 不不不 因为你我不相信 我是坚实的唯物主义者 相信科学 那你怎么解释格里芬 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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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出破败 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秒龙了 这个局势 都不用想了 这个局势 你除了秒龙 好像正在 放不上等 你咋才刷新呢 对吧 你就不能 三分钟刷一个 他必须要开了 这时候 这是没办法的 冰共甚至就说 墨鱼已经半血 而且被挂了一 这波金共会不会冲过去杀人 应该不会杀 稳了稳了 金共的个性 我感觉这波是勒帅 他必须过去 Top要面对的就是6只锤子兵 走进他们家门 他们还得等人现 哇 这个炮车 你看这个 哇 哇 哇 这好有画面感啊 是 对面大招一开 带兵线进来 闪线开了 开得不错 但是林伟祥有水银 水银一点 回向卡丹街上 贴过去带着阿卡丽的大招 他能成功的拿掉人头吗 拿掉了 但是正面 这有一个 有个铁分奴 这铁分奴 铁分奴 春歌劈在身上 这不去打人 这个铁分奴 好像是最后没有把自己点到 但是终于并来了 是 他一技能B掉了龙魂的一个位置 最终是恭喜FUNPLUS 依旧在30分多不到的时间 拿下了第二局 1比1 两边战成瓶手 两边各表演了一局精彩的进攻 这一局我觉得完全由小天一人主导 在前期把FUNPLUS的整个局势都撑了起来 前面两支队伍个别给我们上演一场 就是碾压式的一个游戏内容 对吧 就是我记得有一场B5也是这样 就是两边各碾压一局 就在第一局 打WE就这样 就是你一局我一局然后开始交通 费了点时间 是的 小天 10-0-6 0-6 刚刚多加了三个助攻 在我心中有三个助攻 是 MVP 第二次的季后赛的一个MVP 这应该是本赛季 我们一阵打野选手吧 也是本赛季最为亮眼的 算是年轻的这个波产打野选手 是的 也是一直在这个场外大家会聊的一个话题 对吧 就YM的几名选手是直接分居在各个队伍里面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赛 赛是满天虚 是 合适什么呢 那就请大家去PTT直播去问问PTT老师 对